一件件写满姓名的防护服 志愿者的红马甲 一张张记录着抗疫历程的旧照片 3月30日 马英九率团走进武汉市档案馆 正在展出的英雄战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武汉保卫战专题展成 在线武汉与病毒抗争的尖锋时刻 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情谊 呈现于自理化间 三年后的今天 武汉经济加快复苏 今春 武汉成为春游热门打卡地 来自台湾 香港 澳门 河南等地的参访团 旅游团分支踏来 把武汉视为第二家乡的 台湾导演薛颖童感受颇深 我确实发现了 武汉每天不一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们武汉居然一年 可以通三条地铁 2018年 他来到武汉追寻电影梦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 湖北省台办包机协助 滞留台包返台 但薛颖童执意流汗 并创作抗疫歌曲 记录医护人员 志愿者 司机等 坚守一线的画面 制作成纪录片 76天中国台湾导演在武汉 在两岸网络平台推出 收获数百万次播放量 我觉得大家都很愿意配合了在空间里面 自己做隔绝隔离 而且大家都在那个微信上面分享一些心情 我就觉得当时我体验的一种感觉就是团结 所以就是我最大当时整个的感受 所以我就有这么多的那个心情 心境去把它变成创作 目前薛颖童的电影处女作《梦里杜鹃花》 已在大陆网络视频平台上映 她仍然扎根在武汉创业 每天像本地人一样过早 去老街巷拍摄写声 希望向更多人推荐这座顽强不屈的英雄之城 我发现的不是只有武汉的整个九省通区建设 速度非常的快 也发现了人心比较互助比较温情 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春风吹绿之头江城繁花盛放 台商二代廖伯源在武汉经营的婚纱店也迎来春天 不少年轻男女趁着春光前来试穿婚纱 沙根武汉创业16年 廖伯源见证了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也领略到不屈不挠的武汉精神 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不放弃武汉这个城市 因为确实武汉它就是一个值得投资 而且发展潜力无限大的一个城市 据悉新冠疫情发生后 湖北台办系统对在厄1700余名台胞 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 对确诊新冠肺炎的台胞进行精心救治 积极协调运送大批台胞安全返乡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没有一名台胞因感染新冠病毒失去生命 没有一家台企发生聚集性感染